早安 各位 恆生指數在上天收200點跌幅 收在19,150點 亦是20天線水平的樓上 外圍方面 恆子的夜期其實都相當波動 曾經跌過300點 落到18,900點左右 到目前為止到升收市 開始時應該可以站穩 在19,200點附近 外圍方面 歐美股市就叫做倒升 油價也落過30元之後 倒升反彈 上升指數方面 繼續不需要特別擔心 我相信恆生指數 越來越更新 都有機會在19,400的上落 200點左右 相當波動 繼續留意業績股 上天東部業績 豪賭股方面 繼續受困於一些基本因素 惡化 見到好幾隻豪賭股 其實都有一個相當明顯的跌幅 我只是認為 豪賭股暫時基本因素 只能夠這樣說 跌幅開始全運 但如果說股份的上升 而至基本因素 明顯改善 暫時都沒有拉來 所以大家需要留意 地產股方面 上天的財政預算案 沒有減難措施 對於地產股方面 短線刺激就沒有 不過我覺得 依然可以受惠於美國聯儲 在今年加息的機會 暫時趙剛 所以本地地產股 都不需要看得太淡 有愚蠢